小盗龙 方正玩家非常讨厌的生物之一 小盗龙外观与石柱鸟非常的相似 想必大多数玩家都把它们搞混过 小盗龙全身覆盖着一层羽毛 但不同于石柱鸟的是 小盗龙隶属于爬行动物 虽说小盗龙长着四根翅膀 但它却不能飞翔 不过它能短暂的带留在空中 小盗龙还拥有着当前体型 不该拥有的移动速度 野生小盗龙分布在安全的红树林 野生的小盗龙会主动攻击 它们的主要目标是体型小于连刀龙或翼头龙的生物 备战的玩家 被小盗龙击中的玩家会进入眩晕状态10秒钟 眩晕状态下强制骑手脱离骑程状态 小盗龙的眩晕与重转龙的一样 无视人物抗性 眩晕结束时小盗龙还存活的情况下 你最好别急着上座骑 否则你又会被急晕下来 不仅是落地生物身上会被攻击 就算你骑着老鹰或者翼龙这样权限低的飞行生物 在低空飞行时也能被急晕 所以像小盗龙这种又小速度又快的家伙 不仅游戏里的玩家不喜欢 就连现实中的女孩都不怎么喜欢 当玩家被急晕的时候 周围没有其他的肉食龙还好 最怕的就是被急晕后 周围的肉食龙蜂拥而上 当然啦 其实孔雄正常跑起来速度很快的生活 就不用怕小盗龙了 只要我们速度够快 小盗龙就是追不上我们的 喂小小你怎么这个时候拉死啊 驯服小盗龙也是非常的简单 找到目标 下座骑让小盗龙主的攻击你 然后流星锤捆住 打晕即可 这里推荐给他西尔花朵 因为旧人是满集150级的 也只需要一颗西尔花朵就能驯服成功 驯服后的小盗龙不能奇惨 但是可以携带在肩膀上 但单只的小盗龙不适合用来战斗 他的攻击力非常的低 只能用来欺负欺负那些不还手的家伙 不过在PVP中 我们可以这样恶心其他的玩家 烧完就溜 小盗龙与美猴龙一样 拥有群体BUFF加成 但最多只能叠加4成 我这里测试一只小盗龙伤害22 两只小盗龙为叠加1成伤害28 叠加2成10伤害34 叠加3成10伤害40 叠加4成10伤害45 相比之前22的伤害 提升了50%左右的伤害加成 加上配偶加成 伤害就到了61 群体BUFF不仅只有伤害加成 也有50%的防御加成 总的来说 一群小盗龙可以凭借着高遗数高攻速 以及群体BUFF加成 还是可以让许多的生物瞬间融化 满起的牛龙也不例外 甚至可以融化一只等级不高的霸王龙 甚至在PVP中 可以让一群小盗龙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 对骑手造成较大的威胁 当敌方玩家骑在生物体型不高于镰刀龙时 就可以成功让对方感受到小盗龙的恐惧 小盗龙的蛋长这个样子 幼崽人还是蛮可爱的 诶不是 幼崽人做的怎么演的这么快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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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